虽然林飞路知道,有小漂亮在,绝不会让自己吃亏,太后对自己态度如何,其实影响不了什么,但绿茶生存手册之一,就是能做朋友的,绝不当敌人。 话敌尾有不硬杠,五湖四海街兄弟。 他在来的路上,听春夏两人说完之后就明白,太后心中缺失的亲情,和他想拉近母子距离的迫切感,就是自己着手攻略的方向。 人一旦攀上巅峰,权力地位都拥有了的时候,就会开始回忆过去,向往最平凡的温情。 这是人的劣根性,也是这个时代高位者的通病,也深刻地展示了一个道理,拥有的时候不珍惜,失去了才追悔莫及。 小公主是她唯一能了解儿子过去的途径,又是一个听话孝顺的乖巧孩子,她若是跟自己亲近,皇儿又喜爱她, 想必今后自己跟皇儿之间的关系也能缓和。 林飞露红着眼睛从殿中离开时,手上还戴着太后赐的一只冰玉手镯。 这冰玉质地奇特,夏日戴在手上,就像随身携带的小空调一样,能降暑散良。 宫中只有一对,太后戴着一只,另一只如今就赐给了她。 春夏二人正焦急等在外面,看见林飞露红对眼睛出来,顿时一脸紧张地迎上去。 公主,没事吧? 她朝两人安抚一笑,没事,太后娘娘带我极好。 听春看见她手腕的镯子,倒是有些惊讶,她自然认识这玉镯,知道其稀奇性。 太后竟然将这为二的玉镯赏给公主,可见是真的对她很好了,两人这才松了口气。 南方入夏早,三人离开崇华殿时,外头的太阳已经有些晒了。 刚一出去,就看见殿门外的树下等了一行抬着叫拈的工人。 为首的是临安殿的长室太监孙江,一见他出来便笑着迎上来,奴才参见公主殿下。 林飞露问,你们在等我? 孙江功声笑道,是,陛下吩咐奴才在这候着,送公主回宫。 回城路图远,有叫碾,坐到是很舒服。 林飞露坐上叫,一行人便往回走,他撑着下巴,转头问孙江,陛下下潮了。 孙江回道,还没呢,怕是要忙到午时,公主是想去临安殿用膳,还是回永安宫。 他想了想,去临安殿吧,等陛下回来了,再一起用膳。 他今天起得太早,去临安殿坐儿没多会儿,就开始犯困,秉退寝殿伺候的工人后,就爬到宋京兰的龙床,上去补瞌睡。 这龙床睡起来,其实跟自己的床也没什么区别,只是床顶选着一颗硕大的夜明珠,以明珠为点, 从上垂下了宽大华丽的帘杖,对隔绝蚊子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他裹着轻薄的颈,被在又大又软的床上滚了几圈,才终于一翻身睡了过去。 搁置多日的早朝,一直到午时才结束,宋京兰处理了堆积的政务后,还在朝上宣布了立后大婚的事。 有了礼部尚书昨日经历的那一幕死亡凝视,朝中无一人提出质疑,纷纷表示恭喜陛下。 散朝之后,宋京兰回到临安殿,殿中燃轴熏香,静悄悄的。 孙姜小声询问,陛下,公主在里头睡着呢,传善吗? 宋京兰朝礼走去,传。 寝殿里一个人都没有,临飞路睡觉时不喜欢有人守着。 宽大的帘杖自顶垂落到地面,微一铺开,安静的殿内只有她清浅的呼吸声。 宋京兰缓步走近,一根手指撩开了帘杖。 床上的少女侧身而躺,面朝外面,睡得正香。 应该是闲热,她没盖被子,只穿了件单衣,领口扯得有些松,隐约露出白皙的锁骨。 末发扑了一床,她眯了下眼,松开手指,那帘杖边又垂下,将她和床上的少女全然挡住。 林飞路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半梦半醒撑手的时候,摸到一个胸膛。 她眼睛还闭着,手指迟疑地往上摸一摸,又往下摸一摸,摸到她小腹的位置时,被一只手捏住了手腕。 睁眼时,就看见宋金兰侧躺在自己身边,手肘撑着头,唇边笑意融融。 林飞路往前一蹭,脸贴着她胸口蹭了蹭,困念念问,你在做什么? 她嗓音含笑,在看公主睡觉。 她有点不好意思,睡觉有什么好看的,我睡相又不好。 宋金兰笑了一声,握着她手腕搂住自己的腰,低头亲了亲她乱糟糟的额头, 起来用膳吧。 她顺势埋进她怀里,不饿。 顿了顿又说,我今天去见太后了,她还送我一只冰玉镯呢。 宋金兰很喜欢她的主动亲近,手掌俯着她后脑勺,手指插, 近她发肩,鼻尖溢出的嗓音透着几分慵懒。 林飞路抬了下头,只能看见她精致的下颌,你不喜欢她吗? 她呼吸平缓,连声音也没有起伏,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厌恶。 只要她不愉悦,我也不会动她。 林飞路有一会儿没说话。 宋金兰低下头,手指轻轻捏了下她的后颈,缓缓问, 公主讨厌这样的我吗? 弑父杀凶,冷落生母,她所有的行为都跟这个众孝众人的时代不符。 将来史书上,势必也会留下这一笔污点,为之暴君。 可她不在乎那些,她只在乎怀里的少女会怎么想。 林飞路微微往后仰,抬起头用鼻尖蹭了蹭她下巴, 向安抚,又向心疼,在她的凝视下轻声说, 我们小宋,以前一定过得很辛苦吧? 一定过得很辛苦吧? 不管是在宋国,还是在大林。 宋金兰下垂的睫毛,轻轻颤了一下, 然后低头稳住,看着自己的那双眼睛。 她动作好温柔,一下又一下地轻触, 像怕稳碎了一样,从眼睛稳到鼻尖,又含住她的唇。 她这一生的温柔,全都给了她一个人。 林飞路毕着眼回应她的吻, 感觉到侧躺在旁边的人,渐渐轻压下来。 她手掌往下,俯过她后颈,俯过她背心, 俯上腰窝时,手指一扯,拉开了她束衣的腰带。 她本就只穿了件单衣,腰带一松, 宽大的衣衫就朝两侧滑落,一览无遗。 林飞路被她外山冰了一下,大脑清醒了一点, 微微睁开眼,手还搂着她脖子,嗓音有些喘息, 现,现在吗? 宋金兰动作一顿,扮赏, 唇缓缓离开她身前, 又伸手替她把滑落的衣衫盖了上来。 林飞路眨了眨眼睛, 她无奈地笑了一下, 手指扶了扶她额前碎发, 起来用膳吧。 林飞路觉得,这个男人的克制力真是绝了。 宋金兰称直手臂, 微一抬身正要离开, 腰带突然被身下的少女 用一根纤细的手指勾住了。 她眼尾一丝红, 平日软甜的声音此刻故意压下来, 似笑非笑, 一字一顿像是勾引, 陛下,真的不要吗? 宋金兰没说话, 垂眸直勾勾看着她, 那眼神无比赦人, 身有眸子里丝毫不掩自己炙热的欲念。 林飞路一下就怂了, 不笑了, 也不故意压着嗓子说话了, 飞快地收回手指, 老师芭蕉说, 用膳吧, 我饿了。 好半天, 她才笑了一声, 慢悠悠坐起来, 捡起那根被自己扯下来的腰带, 把人从床上抱起来后, 低头专注地替她系在腰间。 她这时候才知道害羞了。 宋金兰系完腰带, 抬头一看少女红扑扑的脸, 挑唇笑了下。 她轻身亲了亲她唇角, 温柔嗓音戴伊斯雅, 公主, 不要勾引姑。 林飞鹿小声说, 也不知道谁勾引谁。 她笑起来, 揉揉她乱糟糟的脑袋, 乖一点, 我想给公主一个完整的大婚。 外头传的扇已经凉了, 见陛下拉着公主出来, 孙江才又换人重新赚扇。 正吃着饭, 四天剑的人便来回禀, 说大婚即日已经择定, 就定在下月初期。 林飞鹿一听,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还有点担心会不会来不及准备。 她最近也查阅点击了解了一下, 知道帝后婚礼的流程十分繁复, 而且还要在婚礼上册封皇后, 就更复杂了, 各个步骤都耗时耗力。 却听宋金兰有些不悦道, 下月, 四天剑的官员满头大汗, 欲哭无泪, 回陛下, 这已经是下官们 补出来的最近的吉日了。 他这才挥了下手, 行了, 去准备吧。 官员忙不迭退下, 吉日已定, 宫中自然就开始忙起来了。 大婚之日百官参见, 上拜皇天, 夏季高祖, 穿衣打扮也有讲究。 制衣局的工人 给林飞路量了尺码, 便开始赶至大婚凤袍。 林飞路除了配合工人 量了个三尾, 好像就没他什么事了。 每天就吃吃喝喝耍耍, 偶尔大胆地勾引一下陛下, 聊起火了, 又不负责地跑掉。 不过, 这毕竟是他第一次结婚, 心里有些紧张, 又有些期待。 他偷偷搞了一个日历, 过一天就撕一张, 知了得叫声不满树烧时, 日历也终于撕到了最后一张。